收藏先關心來自江議館的消息 這是十八風頂期 將近一千尾的頂尾四段 做回來的家母 大家是精神百倍換你十九 一點都不適合年輕人 頂面也相當努力 來自江議館四十六堆人所 將近青人的頂青社團 今天立普主席 管列體育館大會輸 標舞姬 參加一年一度的頂青啦啦隊 跟運動工夫表演賽 表演賽邀請專業老鼠 兵信 兵分類用 包括服裝豆腐 嚴格 團隊精神 默契 創意 編排 機卡 動作難度 及經濟 正南亞可以分配給你身代表 三千塊到一萬塊的獎金 我們看到這些老實大 身體健康 空空 在家裡好的長地在比賽 當然 智不在得獎 我們希望他們可以健康 腳趾怎麼擋著 頭腳怎麼擋著 對他們的身體絕對有幫忙 我們希望每一年 這些老人都可以來我們的體育館 每一年都來比賽 可以長命百歲 感謝我們這些嘉義館 這些中部市長 他們長期對這個土地的付出效果 所以可以讓他們這個土地 雖然不是工廠的進步很快 但是我們可以保持生態的自然 我們可以保持這裡建立好 所以我們這一塊土地能夠保持這麼好 就是這麼多中部市長的付出 所以在一年一次的同樣節 我們每一次都會辦長青老人 財藝競賽 已經連續辦四年的 老人充分表現他們的健康 所以老人活動要活就要動 這個精神充分表現在這個比賽裡面 所以看到老人這麼快樂的表現 他們年輕的一面 我們覺得很高興 所以看到他們可以充滿活力的表現 我覺得老不代表真正的老化 老是代表一種成熟 電話關機制 看到各位長輩 各個精神百輩 外力再現 就知道啦啦隊比賽 絕對不是年輕人的專利 太極軍江湖表演 就參加看到武當中山峰的生氣 跟他補法真正是不簡單 這新新聞就來時報主持 蔡康報登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好